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话语录,我是星星 都说水是生命之源 随着人类的进步,我们已经可以开取饮水充分的利用水资源了 比如说三峡大坝,都江燕等等 那水除了可以造福人类,还孕育出了许多的生物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一只常年生活在水里的尼斯湖水怪 尼斯湖水怪生活在英国苏格兰尼斯湖 这个地方很少有人去 偶尔有人经过这片水域,也是步履匆匆 谁也不愿意在湖边多坐停留 最早有关尼斯湖水怪的文献记载,始于公元六世纪 爱尔兰传教士圣伦戈巴带着他的仆人在尼斯湖边休息 这时,他的一个仆人看见湖水很清澈,就想下去游泳 按理来说,一个会游泳的人下湖游泳是不会有什么大事的 圣伦戈巴答应了仆人的请求 大手一挥,豪迈地说,你去游泳吧 仆人欢天喜地地下湖游泳了 心里暗自偷乐 岸上的一群呆子,这么热的天也不知道 水里边才是最凉快的吗 一个个地就知道躲在那树林底下 他越游越欢 要是待会儿逮着条大鱼就好了 这个年头一起,他开始大着膽子往湖中间游 但是呢,他游着游着,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就像是冥冥之中,有一双眼睛在悄悄地盯着他 其实呀,人在某些时候是有感知的 他赶紧调转方向,拼了命地往岸上游 就在这时,一阵水声响了起来 湖里的水像是沸腾了起来 一只怪物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正在水中游泳的仆人扑了过来 他整个人都冷罩在怪物巨大的阴影中 水底无数的水泡冒了出来 让人觉得昏天黑地,地洞山摇,摇摇欲坠 幸运的是被水怪追赶的仆人离岸边很近 岸上机灵的人把他拉了上来 在众人的营救下,他好不容易捡回来一条命 自从这件事发生之后 越来越多的人声称自己看到了水怪 并且还有人拍下了水怪的照片 但照片的像素很低 模模糊糊就跟物理看花似的并不真切 科学家们由于资源有限 拿着这些照片看了个一千八百回 也没看出个所以然 怪事又发生了 潜水员邓肯·莫卡唐拉为了检查一艘失事的船只 潜入了尼斯湖底 他潜入湖底不久 像是遇到了棘手的事 于是他不停地发出信号 他的伙伴们并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 赶紧把他从湖底拖了上来 惊魂未定的莫卡唐拉上岸后 目光呆滞 身轻恍惚 久久不能言语 他全身颤抖 嘴唇也被冻成了猪肝色 就跟受了内伤一样 就差蹊跷流血了 接受治疗后 他才心有余悸地把在湖底的所见所闻 想了出来 原来当他检查船只的残骸时 突然发现在湖底的岩石上 躲着一只水怪 那个大块头就像一只巨大无比的青蛙 形状十分可怕 他差一点就被水怪给吃掉了 科学家为了调查事实的真相 特别派出人员 对目击者进行访查 在访问中 有人说 这个怪兽长着长脖子和圆脑袋 能口吐烟雾 使湖面雾气缭绕 迷惑人的方向 种种迹象表明 在尼斯湖的底部 的确存在着一只人类不太了解的怪物 人们对于尼斯湖的探索从未停止 直到1934年4月 伦敦的一位医生威尔逊途经尼斯湖 正好发现水怪在湖中游动 威尔逊连忙用相机拍下了水怪的照片 从照片上看 它完全不像任何一种水生动物 却很像七千多万年前灭绝的 巨大爬行动物蛇颈龙 话说这蛇颈龙是生活在一亿多年前 一种巨大的水生爬行动物 它们是恐龙的远星 蛇颈龙的形态和大家描述的怪物 基本能对得上号 水怪有长脖子 蛇颈龙也有 水怪有圆圆的脑袋 蛇颈龙也有 所以啊 这只让人闻风丧胆的尼斯湖水怪 很可能就是蛇颈龙 这个观点一出 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如果说这尼斯湖中的水怪 是这蛇颈龙的话 那这些奇怪的水泡又作何解释呢 为了解释这个现象 皮卡迪博士提出了他的观点 皮卡迪是一位优秀的地质学家 他认为所谓的水怪引发的地面摇晃和水底不断冒出的气泡 其实是尼斯湖底断层在地震活跃起引发的 众多的目击水怪事件 内容只有几点是相同的 包括水怪在湖面造成水花四溅和水流乱端 这些跟地震造成的很相似 皮卡迪指出 尼斯湖处于一个断层之上 只要有轻微的地震 就会在湖面产生不同的效果 比如说水流乱端或者产生大水泡等 所以当我们遇到此类奇怪的事情时 一定要冷静思考 耐心一点总会有答案的 本期的话一录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点击订阅按钮 更多精彩内容在微信公众号 北斗军BDJ731 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